准备好了吗韩粉们 是的海角 太小声了 是的海角 是谁谁在高速的大市场名 我与草包 反反不复跳着无数 我与草包 我同工大学是你的眼望 我与草包 那就还剩发财把市政当过 我与草包 准备我与草包 我与草包 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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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嘿 高小巴大台 我请教的是吴冠宜 这个时候焦点都在放在高雄市議会 有什么突然间引爆出来 你征召我 我选上总统 我在高雄办公 但是有一点点 是真的吗 在转移交易点还怎么样 因为他生的是 集 台湾历史以来 所有政治人物所有的缺点于一身 所有的缺点他集于一身 就从历史以来看政治人物没有一个像他如此夸张的 他说他都要交朋友一个敌人都没有 你看搞到现在都还没国民党都还没有开始初选 他已经搞到全部都是敌人 好像只剩这个孙大仙先生一个朋友 几乎都是敌人 几乎都没有朋友 每个 所有一切 你看到所有的任何的一切 他都是诡辩在诡辩 那时候在想说奇怪 这个赖院长怎么会说这个 这个韩国瑜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 真的是奇才 真的是奇才 他现在怎么讲 我今天从高雄回来 然后我在搭计程车 那个计程车那个问讲很妙 他怎么跟我讲 他说 韩国的你不知道 他现在有没有 整个国民政党贏 他当然是有没有 要白亂 他怎么能做得太好 他做得太好 他做得太好 他要去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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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去选全台湾 他不知道要去选总统 他不叫我去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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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逻辑 没有啦 他做得太好 高雄市民不敢去选总统 他要去选总统 他走不开架 他要去选总统 对不对 所以现在有没有 他就先白亂 先有没有 跟市政有没有 都要白亂 不然我们韩总要撞到 你看韩国的这么撞到 口袋也好到 以前有没有 王子甘 你给他练练书衣 你看他增多少人 他有可能 现在有没有 都说不出来吗 他增顺 先跟高雄无人拖 这才可以选总统 这才有理由去选总统 因为总统比较烂 总统的经约比较多 总统会看他们较 对不对 有总统有没有 这个为有没有 可以改革高雄所有的问题 所以高雄如果做得太好 他不可以选总统 这样对我们高雄市 对全台湾都不好 我说高雄市 你头上说有问题 你真的相信 没有啦 人家就这样说 这纪念 我是感觉到你 我没跟你开讲 这纪念 这不是大家都知道 这什么纪念 没有啦 这真的要很核心的人 这我就听到这些 你怎么知道 他就是有办法 就是什么 什么话都敢讲 就是真的 不要领到一个极致 他明明就是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 你今天如果说什么事情 犯了错还是怎么样 道个歉 说不知道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觉得这样不是更好吗 对 为什么要一再的诡辩 再诡辩 我刚才那个 问那个孙大仙先生 我就说 那韩国瑜到底 为什么做了什么事情 那凭什么可以去选总统 凭什么可以放弃他的承诺 那孙大仙 跟这个先生他也一样事情 都讲不出来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对高雄市民 就对台湾人说 这个赞 这个有够给周团的总统 到底有什么事情 值得人家歌颂的 一件都没有 然后他莫名其妙的 就民调高 很奇怪 他那个 所有的 你看那些 那些网络媒体 或者是那个 YouTuber的相关留言 如果当五毛出现的时候 那些假账号出现的时候 全部通通都是一面倒的 在赞扬他 然后在攻击民进党 然后不管他做什么 他都是 哇 他是有脑袋的 然后他都是有招数的 我觉得台湾社会怎么会 我觉得现在真的 回想一下 比30年前 的那种政治人物 根本 现在是回到 我们是回到 石器时代 还是智障时代吗 怎么可能会 一点那种正能量的逻辑思考 都没有 然后一天到晚就是 乌贼战造神 骗作假 诈欺 然后一整头都要哭 然后一直重复做这件事情 吹牛 无极限 碰荒无极限 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刚才孙大千委员讲说 什么 现在 增幅宇宙 如果在美国讲 不是 不是 遥不可及的事情 说不定二三十年 那我想请 一下孙大千委员 那宇宙有多大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回答我 宇宙有多大 宇宙有多大 宇宙有多大跟 征服宇宙是两件事 大哥 你都不知道 那个地区有多大 多小 因为你不知道 宇宙有多大 就不能征服宇宙吗 宇宙无限大 对 你怎么征服 征服宇宙 不是把宇宙占领 这是两件事情 老大 我想 征服宇宙的用词 你先好好查一下嘛 征服宇宙这句话 不是只有台湾人讲 全世界都有人讲 所以我才讲说 如果你去NASA 你看看 他是不是写征服宇宙 那么因此不同的话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观点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你的批评 我都尊重 因为那是你的看法 村委员有去过NASA嗎 这种看法 我没有去过NASA NASA裡面 没有征服宇宙 这四个字 概念好不好 征服宇宙没有这四个字 所以你不要帮他在这里说话 所以每一个人不同的概念不同 也许你觉得很好笑 别人不这么认为 我补充一下 政府宇宙大家都很聚焦 因为他听起来好像很扯 但其实最关键 这是第四句 他第二句更可怕是什么 胸怀大陆 这个大陆显然不是美洲大陆 而是中国 所以说韩规最大问题是说 刚刚吴冠宇讲得很好 但他一切的政绩 来自于农业的MU 来自于中国的自经区 这个才是为什么 大家都要不信任原因 我补充一下 冠宇哥先讲吧不要紧 征服宇宙你说你是概念也好 你说NASA什么东西都好 问题他现在干高雄市长 他市政做不好什么都不知道 跟草包一样他征服什么宇宙 征服宇宙到底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那你回答我 宇宙到底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不是在高雄市议会讲的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 你知道他在哪里讲的吗 他是在经济论坛 所以他是提出了国家发展的政策 他个人的看法 这是一个看法问题 所以他提的是一段一段的来讲 就好像刚才朗东说 胸怀大陆 他觉得不是一个好点 你觉得我如果跟我的员工说 我的目标是 那个营业额一年度一千兆 有意义吗 我应该要这样讲 有意义吗 我说我们公司 我们的梦想是 年营业额一千兆 你觉得有意义吗 如果你觉得 因为宇宙跟台湾跟高雄那个比例 如果你们觉得都这么好笑 我们就鼓鼓掌 韩国瑜就等着落選了 不是不实际 不要担心 所以我觉得 就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论数 你要表态什么 我要表态 我要支持韩国瑜当总统 我希望他当总统 因为那是对台湾危害最小的方式 你知道因为他 你看他当总统 他又要跑来高雄 所以总统府官员也找不到他 行政院也找不到他 所以他的意思 到时候他会充分 他不只退到第二线第三线 他可能就退到不见了这样 然后他就 他就不会做主事 可是他每天会去中国 他只要有行政院 他去不了中国 总统我们的总统不能去中国 所以到时候就是行政院长 他最好任命 吴敦毅算不错 让他当行政院长 然后他什么事都不要管 他不要做事 他就不会危害台湾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去做他 然后还可以帮大家穿作喜剧 政府宇宙这句话最主要是 他一系列的巴掩都是这样子 南海挖石油是不是这样 就做不到硬要讲 你看那个爱琴摩天鱼是不是这样 就是做不到硬要讲 F1赛车是不是这样 骑京赌场是不是这样 赛马场是不是这样 根本不胜每一局 因为他讲的都跟离现实太远了 那你每天你都干那些事情 你为什么不学一学侯友 你学一学你自己 国民党的干你时事 对不起 因为他学不来 他学不来 他学不来 为什么学不来 因为每个人思考逻辑不一样 侯友还会做功课 不是 一天到晚只靠无奈 我们就修到那个香蕉 连和抗议的事情 连和垄断 连和押家 我们抗议的事情就好了 他明明口口声声说 勿望世上苦人多 他要跟龙渝民站在一起 他心疼龙渝民 他心疼基层 他去闻那个水 这个味道怎么样 这么关心 他就是不愿意来 他也不愿意关心 一通电话也没有 一句话也没有 他就死都不愿意 是不是 那一天我遇到那个 许素博大哥 他怎么跟我讲 我们要去坐电梯 坐电梯怎么讲 他说那香蕉到现在还没有拿到 他的香蕉到现在还没有拿到 他不是产量过剩吗 200万 对啊 他们不是来帮他买9万公斤的香蕉 他说香蕉到竟然还没有拿到 那到底谁说谎 金融产量确实是没有过剩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拿到吗 他说不够量 因为他们用一斤18块钱买 根本买不到 现在价钱都比这个 好吧 事实是这样 你当然买不到啊 我可以卖到20块 21块 22块 为什么卖18块给工商总会 这些企业界 价钱事实上是比这个好的 所以你当然200万到现在都买不到香蕉 好 好 好